《聲音圖書館》 我在《聲音圖書館》選擇了一條 也不知道可否形容為聲音的聲音 因為它沒有聲音 我一直都很懷疑 是否我的手機撈得很慢 還是壞了 但我看著那條頂部會動 我相信有聲音 但它真的沒有聲音 這條聲帶的名字叫《色色相關》 是由這個剪藥室來收窄的 我在找這一堆聲音的時候 我自己很留意一個位置 就是它除了本身聲音 你可以意識到的內容之外 聲音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質 例如聲音有多長 聲音在什麼時間錄下來 它留下了一些很有瑕疵的聲音 這些都是有些內容在我 我會從那裡開始 我將這些大家當成不存在的內容 我再查出來 我會嘗試將它放大 就是重組 或者我們找一些人 去將這些聲音 再重新創造出來 我是聲音圖書館的客席刷傳人 我是聲音圖 我是聲音圖書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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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聲音圖書館的